台湾气候湿热 从3到12月都是霉菌耗发的季节 在家里有以预测是最潮湿的地方 一不注意可能就会造成全家人的健康风险 那不知道谭老师家里是如何使用您的卫浴设备 有什么该注意的细节呢 其实我蛮重视这个预测的清洁 因为这个预测在台湾非常容易长霉菌 那霉菌是会飞的 我很怕这个在预测的霉菌就飞到整个家里 预测清洁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干燥 所以一定要保持干燥 但是我非常重视马桶的清洁 因为我怕这个臭味 那冲马桶我真的要呼吁一下 因为台湾有时候在夏天很容易停水 那我们就常常会涂一桶水 直接就咬水就往马桶里面冲 其实这个动作万万使不得 因为如果是小号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是大号你又咬水直接冲进去 其实它会四溅 那这个预测会很臭 一定要记得如果停水的时候 你要冲水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把马桶盖盖盖起来 然后挪动水箱的盖子 把水加在水箱里面 然后用暗的 这样才会冲得干净 那我们平常在冲水的时候 是也应该要把它盖起来吗 这个真的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家一直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你要冲马桶 一定要盖上马桶盖 因为过去也有一些研究 就发现说你冲下去的当下 那这些细菌 然后有些就会悬浮在空中 那我们又很习惯把牙刷 把毛巾放在浴室里面 那这样很容易占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时候小号就散了 但是大号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盖上马桶盖再冲水 尤其有一些肠胃道的 传染病的时候 盛行的时候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到 那这样子马桶盖上不就会脏脏 其实你盖下来之后 这个马桶盖再打开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每天清洗你的这个浴册 那如果你没办法 我建议你准备一个酒精喷瓶 其实现在这个东西 也很容易就取得 那你可以擦盖子的地方 你就喷一喷这个酒精 这也是很容易的 在浴室里面 还有一个很容易潮湿的地方 就是毛巾 那不晓得老师家里 毛巾是怎么摆放的 其实我家里浴室是不放毛巾的 我很像饭店这样子 就是我的所有的毛巾用完 我们就丢到洗衣篮去 其实浴室一定要保持干燥 那你试毛巾挂在里面 事实上它很容易潮湿 那我们就是用完之后 马上就放到洗衣篮 那我就会在洗衣服之前 用1比1000的这个浓度的漂白水 去泡一下 然后再按照这个正常洗衣服的程序 把它洗完 然后晾干之后再把它折回去 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 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些潮湿 因为像有些人毛巾挂在浴室里面 摸起来就黏黏的 对 肠会变得滑滑 对对对 其实这样子很容易长霉菌 那甚至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毛巾用酒 上面都有一些霉斑 那这样子其实对身体是不好 那家里有很多这个肥皂的部分 过去那个台大的林彭霞教授 他曾经做过研究 如果变成这样泡泡软软的 其实上面已经都长细菌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肥皂 他用肥皂盒一定要是沥干的 然后他不要让它这样黏黏烂烂的 所以你的肥皂盒就尽量是架高 然后就是让它完全可以滴水滴干 那像我个人的话 我大概一块肥皂会把它对切 对切然后再就是用一半 三次用 对就是你一次不要放太大块的在里面 那用完之后再放 尽量就是让它小块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预测美观 我们买的这个补充瓶一定要记得 这个补充瓶你不要每次就是一直往里面倒 你用完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洗干净擦干之后 再倒补充瓶 因为过去也很多人在这个补充瓶没有弄干净 结果就直接就在一直装 就发现细菌都长了很多了 对这个也是要很注意的 那牙刷呢 牙刷其实我真的觉得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牙刷据我所知 很多人都会看到那个里面都已经有一些 就是这个吸的都很多的脏东西 就是牙刷的刷毛里面 那牙刷你刷完之后其实它很潮湿 一定要做一个动作甩干它 甩干它之后再放到牙刷架 那牙刷架我建议下面是尽量是可以完全滴水的 那像如果是不能完全滴水的 你最好每天都把它擦干一下 因为这里面积水就常看到长了很多的霉菌 这样子是不大健康的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把浴室保持干燥 就用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先用冷水把这个浴室冲一冲 因为冷水的温度它比较低 它不会让这个霉菌容易生长 所以你洗完澡之后最后一个 我们家是这样最后一个人洗完澡 要把浴室清干净 就是用这个冷水冲一冲 然后把水刮一下 然后之后把这些沐浴用品 该丢到洗衣篮的就丢到洗衣篮 该挂起来的要挂起来 然后如果现在很多的浴室都有这些除湿的功能 那就开除湿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一两天在这个 把这个除湿机可以放到浴室里面 把它吹进去 对 但是一定要记得把马桶盖 盖起来 因为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除湿的作用 是 保持干燥 加长清洁 就可以减少病菌在预测里滋生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